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容易煮的配菜 吃牛扒配菜也可以 吃早餐配菜也可以 它就是Saltate Mushrooms 炒蘑菇 事不宜遲 Let's come on in 首先我們可以先切蘑菇 把它切一片片 我自己喜歡連錠 如果你不喜歡拿走錠也行 之後就可以開中小火 等鍋子燒一燒 然後就可以拿橄欖油 接著就放蘑菇 記住蘑菇是不需要用水洗的 如果你覺得它有點泥 你可以用手輕輕搓一搓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切兩粒蒜頭 把它取水 就可以加在蘑菇那裡 繞一繞 讓它的味道慢慢釋放出來 然後就可以調味了 都是加鹽 還有黑胡椒粉 也是繞勻 之後我們可以準備翻篩 然後就把葉子摘了 很多人都會放進去 但其實也很有香味 我們可以切下去 早一點放進去 跟菇一起煮 那葉就可以把它捲起 好像捲成一枝雪茄一樣 然後也是把它剁碎 剁勻之後就可以備用了 然後就可以慢慢炒一下蘑菇 大概兩三分鐘 它就會慢慢變軟和變深色 大概就是這樣 蘑菇就很軟和會很香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首先就放頭抽 放兩至三茶匙左右 然後就繞一繞 讓醬油的香味慢慢釋放出來 之後就可以加這個 蜜芽醋 這個醋在一些超級市場都會買到的 通常大家可能吃Fish and Chips 的時候會見過它 原來加上蘑菇也很配 然後就可以加我們剛剛切了的Parsley 之後再繞一繞 就可以試一試味 那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口味再調教 看超級市場 看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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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想它酸一點 所以就加多一點的Mold Finegar 再多一繞一繞 就可以上碟了 這個蘑菇真的很百搭 亦都非常之開胃 是一個很好的Side Dish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Saltake Mushrooms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